各位觀眾早晨 歡迎收看星期六早上天文台的天氣報告 今早是楊國仲和大家講天氣 廣東漁岸今日會持續受著一些偏東氣流影響 我們會吹著一些比較大的偏東風 亦有機會有些雨 在雷達圖像那裏見到 廣東地區持續受到一些雨區的影響 吹著一些比較大的偏東風 亦有些雨 今早天氣仍然是有些涼的 六點鐘的時候 各區的氣溫普遍都是介乎16至18度 如果在大範圍的衛星雲圖見到 其實不僅僅是香港 基本上華南都是受到一度雲大系覆蓋著 所以我們預計今天的天氣情況都會比較多雲 而且會有幾陣雨 今日最高氣溫大約會有19度 風勢方面就會吹這個和喚至清淨的偏東風 要留意利岸和地勢比較高的地方 會是簡中吹強風的 如果大家今天安排了一些戶外活動的話 記得要留意著天氣的情況 明天是星期日 在一些電腦的預測圖那裏見到 在我們這一區持續都是比較多雲 而且有機會有些雨 不過去到星期一、星期二的時候 覆蓋我們這一區的雲帶會稍微轉薄 相信屆時天色會更光亮 詳細的天氣預測會是這樣 明天星期日仍然都會比較多雲 而且會有一兩陣雨 不過去到星期一、星期二的時候 天氣會和暖 而且一早一晚有機會有些薄霧的出現 好,這次的天氣報告就講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看 祝大家有個愉快的週末